徽瑞之前有那麼多的時間 為什麼沒有公告 就怕染疫變重症 台灣開訪六到十一歲小孩 打半季莫德納 卻引發家長質疑 為何不打副作用較小的BNT 不過現在不少專家跳出來 為莫德納說話 像是中研院研究員何美香 就搬出輝瑞施打數據 實現是十二到十七歲 實現是五到十一歲 很明顯五到十一歲效益比較差 三週後平均效益只剩百分之十二 另一篇PO文則拿出加拿大官方資料 莫德納打半劑量 有五十維克mRNA 抗體效益和承認相當 而跟BNT打三分之一劑量 只有十維克mRNA相比 效力比較好 高機量有高效力 但當然副作用也比較大 莫德納在承認反應比BNT強 常見症狀包括發酵頭痛 嚴重則會心悸 呼吸急促甚至引發心肌炎 而根據美國CDC數據兒童輝瑞 出現的副作用僅0.0004 症狀也的確比較少 相較於十二歲到十七歲青少年 六到十一歲兒童 心肌炎的發生率本來就比較低 醫生也認為莫德納的兒童施打只是起跑慢 還沒有累積大規模數據 但臨床試驗報告看起來並沒有太大問題 要家長不要過度擔心 發訊論帳神李松元採訪報導 不過不管真家挺不挺 最後做決定的都是家長 很多家長就說你不能強迫我只打莫德納 那麼BNT的疫苗在哪裡呢 指揮官陳時中今天在記者會帶來了好消息 說相關的採購已經是最後階段 如果沒有問題就能夠簽約了 當然同個時間也要來考量BNT的效價問題 看看國際上施打的狀況 的確美國日韓都還是只開放兒童施打BNT 但是專家也直言了 因為BNT比較早做臨床實驗 而且在抗體效應上並沒有比莫德納好 目前有疫苗就打才是避免重症的最佳解放 裡面最後的細節在把它弄清楚之後 那應該是可以來簽約 日前才說購買兒童BNT合約草案遇到小問題 今天疫情記者會陳時中改口 合約共識已達最後階段 簽約應該不是問題 相信這消息聽在許多家長而離 很開心因為BNT副作用比較少 但其實也有專家認為BNT的效力不如莫德納 數據顯示莫德納打半劑MRNA的量有50微克 間隔四周打兩針體內有100微克的MRNA 而BNT打成人三分之一劑量只有10微克MRNA 間隔三周打兩劑體內含量相差5倍 只是有人之一美國FDA都沒核准莫德納的UA 台灣這麼做是不是讓小孩當白老鼠 事實上的確包括美國日韓都只有開放BNT疫苗 但同意莫德納接種的國家除了台灣 只有歐盟英國澳洲和加拿大 正在家長立場希望孩子有抗體又能避免不良反應 但其實兩種疫苗都做過臨床實驗 有疫苗就打恐怕才是現在避免重症的最佳解 巴拉新聞 張船林松元 猜報報導 18位玩八發鎖定八大名聲新聞 記得按訂閱開啟小鈴鐺喔